你跟我們說一下嗎 要稍微說明一下 今天來的 因為那個偵查不公開 所以不太好 穿著白衣現身台北地方法院 依然安成瑜離婚後 退下原祖少奶奶的光環 卻擺脫不了錢婆婆 雙方多次槓上法院 這次安成瑜向錢婆婆 提告妨害秘密 被傳款出庭 去年五月安成瑜的父母 帶著錢婆婆跑到她的住家 要探望孫女 指控錢婆婆未經同意 拿手機四處拍攝 當時依然黃燈輝夫妻 也這一場目睹一切 其實因為我只能陳述 當時的狀況 對 那就是 就講實話吧 就是多少能夠幫到孩子 比較重要 台北地院二十五號 傳喚原告安成瑜 以及黃燈輝妻子 起其作為證人 針對妨害秘密案開庭 並勘驗四段影片 過程中安成瑜一度落淚 而錢婆婆的律師 也一罪強調並無拍攝 法官開庭前 也引用心理學家的話 幸運的人用童年治癒一生 不幸的人用一生治癒童年 希望雙方能將傷害降到最低 希望一切圓滿落幕這樣 沒辦法接受 為什麼一直拿孩子來當作 就是今天開庭這樣子的說法 對不對 就無臉啦 希望還很公道 就這樣就好 執著對錢婆媳 積怨依然依舊 過去錢婆婆曾邀請安成瑜 到家中做客四天後 卻提告侵奴住宅和竊盜 安成瑜或不起訴後 也提出誣告 雙方奪起官司 如今錢婆媳糾紛 再開庭展開激烈攻防 30新聞正常雙雲台北昌寶島